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纪元世界头条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就算是防疫模范生的台湾也同样受到影响 首先看到台湾财经产业相关新闻 今年储蓄率破创于30年新高 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储蓄率为35.79% 创架1988年以来的新高记录 不过投资率也是连三年走高 2020年升至23.44% 为10年以来的最高点 但是储蓄率长期处于30%以上仍然是警讯 台湾的人口老化、少子化还有疫情的影响 使家庭不敢消费 恐怕面临消费、投资、成长不足的困境 还好中研院经济所研究员表示 疫情趋缓后的消费力道反弹跟三倍券的效应 应该可以拉升消费动能 使储蓄率下降 把资金引导到投资等比较好的用途是最好的策略 不过危机也是转机 下一则新闻可以看到 疫情改变通勤习惯 自行车风潮席卷欧美 台湾厂商也因此需求大增 在中共病毒的疫情下 人们改变了工作形态及社交方式 像是美国以及澳洲的自行车销售量就供不应求 疫情发生后 是更多欧美国家也鼓励人们来骑甲车 一些国家也借此机会来处理长期来的空污问题等等 这也让台湾自行车产业忙翻了 因为欧美对自行车的需求量非常大 台湾自行车输出业同业工会秘书长张慧娟表示 我们看到紧急订单甚至恐慌性购买 台湾的两大自行车制造商的订单已经排到今年年底 接着继续关心影响世界局势的港版国安法 钢版国安法图谋 专家表示 留港不留人 钢版国安法生效后 美国英国等国都提出法案 救援那些在香港因为和平抗议 而可能遭到抓捕的人权斗士 看起来真的是挺不错的对吧 不过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却认为 我相信中共的心中是窃喜的 因为中共的策略是 留港不留人 道理很简单 中共希望把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人 通通驱逐国门 所以中共在江泽民时代 一度非常喜欢搞人质外交 把那些反共的人质释放到其他国家 张天亮表示 这些人因为是名人 有媒体效应 他们一出来 美国人一高兴 感觉好像问题就解决了 中共既做出了一种改善人权的姿态 产生了媒体效应 又让各国政府减少民意压力 而那些被迫害又默默无声的人 就这样继续被残酷的迫害 所以张天亮强调 他不反对英美给香港人庇护 但是一定要继续努力 让中共不能继续为非作歹 即使不让中美经济完全脱钩 但是制裁中共官员 绝对是英美最低底线 再来关心中国的三峡大坝 溃坝模拟惊人 船专家密设避难处 中国南方暴雨不止 当局为了防止三峡大坝出现溃坝危机 不管下游已经洪水成灾 仍然全力泄洪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水旅专家曾对三峡溃坝进行模拟试验 得出的惊人结果 首先被淹的并不是宜昌以及下游的城市 三峡溃坝后 洪水并不是立马往下冲 而是会出现巨大的土石流 形成艳色湖 导致上游水位急剧上涨 四川盆地首当其冲 四川将变成一片汪洋 该知情人士称 根据这个试验结果 中共水利部门在湖北神农架 修建了度假疗养中心 实际上是为了以后 如果有洪灾来临时 可以作为避难场所 接着看到美国新闻 上周六美国度过了244周年的国庆日 美国总统川普也透过影片宣布 从疫情为期中摆脱后 美国将会回来 并且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伟大 并且强调 7月4日涉及许多不同事物 但最重要的是自由 另外 美国近期就业报告显示 非农就业大增 6月份新增就业480万人 创下美国历史单月最大成长 失业率也下滑至11% 也呼应川普所言 乐观展望复苏 外界认为 若未来几个月 美国非农数据持续走强 对寻求连任的川普十分有利 同时也决定美股能否再创新高 接着看到一则日本新闻 也许可以作为台湾未来的借鉴与参照 警讯 日本越来越穷 中产阶级逐渐消失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日本贫困率为15.7% 收入也普遍降低 牛津经纪公司日本部门主管指出 随着日本越来越穷 中产阶级正在逐渐的消失 这种现象有许多成因 其中包含了三个重点 隐性保证员工退休 资历决定工资 公司工会 他表示这是一个相对稳定 但是僵化的系统 让工资缓慢上升 但也让员工特别重视工作安全 而非生产绩效的部分 这是否在某方面来说 跟现在的台湾有点像呢 也许我们也可以观察 日本对此的处理 来借鉴台湾的下一步 最后看到澳洲新闻 澳洲总理称 疫情失业金倍增 人们不工作 在疫情发生之前 失业救济金相当于 每周新台币5700元 疫情之后 救济金则是翻倍成长 总理莫里森表示 政府下发的失业救济金 过于慷慨 致使一些待业者 不愿意去工作 澳洲政府目前正在 对失业救济金进行复查 根据澳洲统计局调查显示 随着限制措施的放松 澳洲人正在逐渐的恢复工作 6月有61%的成年人 有待新工作时间 这是3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准 好的 今天的大纪元世界头条 就到这边 更多完整的内容 欢迎订阅大纪元时报 掌握中共肺炎 最新真实资讯 守护台湾不能松懈 了解世界脉动 开阔你的眼界 我们下周再见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正当影响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顶报转线 0800-566-68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